大家好,我是Lugas的妈妈 今天我们制作珍珠奶茶 准备的材料有珍珠粉圆 分泌 杯子 红茶和红糖 准备好这些材料之后 我们还要准备一副水 在水烧开之后 我们把我们之前已经准备好的珍珠粉圆倒进去 我是用这个牌子的珍珠粉圆 粉圆在水中慢慢烧开就会浮上水面 然后我们把锅盖盖起来 改成中火烧2-3分钟 2-3分钟之后 我们关火继续焖2-3分钟 在3分钟之后 我们打开锅盖 珍珠就做好了 珍珠倒出来 冲水冲10秒钟 漂亮的珍珠完成了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副水 等水烧开之后 我们把之前准备好的红茶茶包 放进去 2分钟之后 茶的香味就出来了 烧好之后 茶包拿起来 温掉 新鲜的全汁牛奶倒进去 如果大家觉得味道太大的话 可以加2勺红糖 我们把之前已经做好的珍珠粉圆 放到杯子里面 喜欢吃珍珠的同学可以多放一点 珍珠奶茶就做好了 美味的下午茶时间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